今天是 我是少康 歡迎來到TVBS少康帳情室 我們向前來台北來賓 趙宜翔 他是台北市議員候選人 謝麗弓 民進黨秘書長 唐湘龍先生 陳昀正委員 江敏青教授 鍾佩均議員 好 那麼真的會打核戰嗎 因為川普好像講說 拜登好像讲说世界核战危机重重 因为克里米亚大桥爆炸 所以说这个就重创了普丁的自尊心 又自信也没有了 自尊也没有了 火大了 所以现在这是危险时刻 因为他有一个好像一个军车去 这样炸就把桥给炸了 本来说这个桥绝对不可能炸掉就炸了 一个卡车炸弹 说这是俄罗斯的红线 你什么意思 所以因此可能冲突规模会升高 就怕普丁动用核武了 这是爆炸前的这个桥还蛮大的 爆炸后你看爆炸当下变成这样 然后这个桥整个就断了 俄罗斯外长已经讲了 说俄罗斯重申不允许核战的原则 但是俄国内部有传出不少 一群普丁发动战术性核武 不是战略性核武 战术性核武就比较小 规模比较小 另外拜登跟德国总理萧之通电话 谴责俄罗斯核武威胁 你讲什么意思 这话题都不能提 核武这是不能提的 你们是不负责任的 讲这话干什么要威胁谁 那泽伦斯基说 核武用了以后就没有回头路了 你真的敢用吗 用了以后怎么办呢 那另外现在派了一个鹰派的将领 叫做苏罗维基 担任乌克兰战场最高指挥官 说这人以残暴跟贪腐出名 当时介入叙利亚内战 而且非常残暴我们看一下 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的克施大桥 经过8号这一站交通大打劫 原本俄罗斯当局已宣布局部抢通 但原本的四线道只剩一条能通行 火车也慢速行驶 就算加派渡轮移动速度还是很慢 乌克兰至今也没有正面承认 与大桥爆炸有关 但又火速制作了相关邮票 总统顾问也亦有所指说 这只是开始 刚过完七十大授的普清果真快乐不起来 他痛批这起事件是乌克兰特务搞的恐怖攻击 而这起事件也显示出大桥的脆弱 一旦乌军未来顺利在赫尔松大反攻 还可以用海马斯飞弹攻击这座大桥 不过疑似为了爆炸大桥爆炸 俄罗斯在九号深夜对扎波罗热 平民区发动炮弹攻击 酿成十多人死亡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反批普清 这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像老线的情况到底怎样 这会有核子大战吗 今天我们在录影的时间 今天下午的时候 乌克兰的几个大城市 包括首都基辅 看起来都受到了导弹攻击 如果对这几个大城市 如果出现这种的导弹攻击事件 当然那也没有什么好承认否认的 就是俄罗斯的包袱 因此俄罗斯不可能完全的保持沉默 只能说他在过去一段时间 他还是要撑着一个大国气派 在面对乌克兰这样的战争的时候 他始终绑手绑脚了 没有放开来打 不过因为现在战争已经 已经不是局限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两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所有的有关于 就是核武器不可以谈 不可能用的这种的说法 我觉得都是不切实际的 并不是我们主张使用核武 或者放纵使用核武 而是当这些的武器 就是大量的储存 大量的备用 尤其战术性的核武器 或者接近核武器的 这种战术性的武器 它已经大量储存 已经发展到非常沉轴阶段的时候 请问你发展这些东西干什么 它的杀伤力的当量 是可以到摧毁两三条街 到一个城市都有可能 所以核武器本身 我只是说从现实的角度来讲 每一个稍微像样的国家 之所以会拥有战术性的核武器 无非就是在战略性的核武器 没有动用以前 有可能会使用战术性的核武器 作为在传统战争当中 自己不利或者不想拖延的时候 的威吓或者是让战争的早一点结束 因此俄罗斯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讲 但是如果就像是 就像是梅克尔说的 不要去低估普京的讲话 应该正式普京的讲话 第二个美国虽然拜登每一次都表现出 对于核战争好像很忧虑的样子 之前第一次谈到的时候 连续说了记者提问 他连续说了三个Don't Don't Don't 不要讲 不要提核武器 太可怕了 他虽然这样讲 可是我建议大家 从美国的历史上面来看 美国的历史上 拜登最近讲的就是 这是60年来 最接近核战争的时刻 为什么是60年 因为1962年的时候的 古巴飞弹危机 可是如果你从美国的 内部政治生态来看 现在的拜登是民主党 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的 橄榄底是民主党 甚至于在日本丢了两颗原子弹的 那个总统叫杜鲁门 民主党 不要低估民主党 大家都搞错了 都觉得共和党比较好战 错 其实民主党它本身意识形态挂帅的时候 就像是1999年的南连战争 最近这20多年里面 在欧洲战场上面 两场杀戮非常重的战争 都是民主党的总统发动的 所以今天拜登在这位置上 你千万不要低估他 拜登跟欧巴马真的不一样 欧巴马不是传统的民主党 他不是大白左 但是大白左 传统上面的大白左 意识形态的挂帅 以及对大国政治的操作 他是很敢于去试探的 把自己做各种的道德包装 所以眼前如果预期 核子战争不会发生的 认为拜登好像很忧虑很自律 是发自内心的 我只是把历史简单整理给大家听 跟事实相反 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到 能够证明说普丁要用核武了 可是CN说 拜登的所谓的末日警告 反映白宫内部对这个是担心的 然后刚警告 我们看到美国一个军官 拿了所谓的核足球 这是美国总统 可以按下去的 发动核子战争的 核足球就看到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小心会拍的 还是故意给你看 说我们也有 另外拜登因为讲说 核战世界末日 所以震惊了全球 白宫的幕僚赶快灭火 说现在还没有资料 现在还没有资料 没有情况 但是全世界有将近九成的核武 其实都在俄国跟美国手上 美国有5428枚 俄国有5977枚 法国有290 英国255 以色列90 北航20 巴基斯坦165 印度160 生活大陆350 所以这些人加起来 都还没有他们一个国家的半数多 所以他其实都在 主要这两国的手上 一向怎么看 我觉得拜登讲这句话 我觉得是一个事实 也是一个提醒 就是说核武的战争是世界末日 其实有研究显示说 如果美国或俄罗斯用到十分之一 它的核武存量 大概就已经足以可以导致 这个世界末日的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美国讲这些话 我觉得应该只是要警惕 说俄罗斯你千万不要动念 因为你动念的话 自己当然也会受伤害 甚至于全球都会受到伤害 可是我觉得拜登与这个德国 总理贼通电话 我觉得其实他是格外有意义 那原因就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德国是欧洲 现在最大的经济体 也应该是欧洲最大的一个强国 但是其实美国 我相信很多朋友 我美国很多朋友在内 其实都有一个感受 就是欧洲对于说俄乌战争 所付出的一个代价还不够多 就是说今天其实他们如果 双方美国跟欧洲 都要做个角色分配的话 美国应该是要雇印太 欧洲应该是要雇俄罗斯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 无论是战略的物资 无论是重建的经费等等 都是美国提供的远远比欧洲多 所以我相信在这通电话里面 其实拜登一直也是在催促说 你德国你要做了更多 而且现在我们可能 真的已经面临到 就是说普丁没有台阶下了 他可能这战争只会往 形势只会上升 不会下降的一个状况下 那你德国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那德国当然自己 有自己的压力在 包括现在已经冬天快到了 他天然气 他能源等等 或总总会面临一些 民意上的一个挑战 可我觉得拜登总统 对于德国的角色 我相信他应该是要求 他说俄乌战争 你必须更关注 必须投入更多资源 你必须从你的角度 作为欧洲领头羊的角度 确保乌克兰可以获得胜利 来 玉政 是 我们来看很多事情发展 都有一个历史的轨迹 这个俄战争发生到现在 已经八个月了 我还记得当初在发生之前 我们还在这边讨论说 会不会打仗 很多人就 有人说不会 当然有人说会 那时候 那时候不会的时候 但是白宫那边一直说 俄国要打仗 俄国要开始发动攻击 就是感觉上这种 中心好像是一种 我感觉上有点像 俄裕螺旋的一直这个发生 好像那时候俄罗斯 如果不打的话 白宫一直说他要打 他好像不打就不行 后来果真战争就开始 这个战争发展 这八个月来 大家看到峰回路转 一下子好像乌克兰快要输 一下子乌克兰又把俄国打得 收复很多地区 前一阵子大概 还在三个月前说 两国都释出可能谈判的筹码 好像很多人在那边穿梭 好像又已经接近和平和 现在又峰回路转 突然要变成世界末日的核战 我感觉到核武这个东西 拜登会这么说 我的感受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 因为他是最高元首 所以我相信他的各个下面 各个机关相关的情报单位 一定要向他汇报 我觉得拜登临时 他好像常常在很多的场合 不经意说出很多他下面这些重要单位 跟他汇报的讯息 很多很多 然后接着后来那些单位 后来又纷纷否认 他应该是不经意的讲出 他这个忧虑 应该也是他们综合的 美国重要单位 国安单位 综合情之判断的结果 他就说出来了 说出来 当然其他单位又开始说 只是这样子而已 可能不会发生 但可见他们的情报显示 普丁可能在这个情况下 是极有可能按下那个 就是使用那个核武器 在这个情况下 拜登又说出来 有时候就又变成了一个 旋风这样 又这样螺旋一直转 所以其实说真的 很令人担心 美国已经放话了 说俄国普丁如果敢动用核武的话 他就要把在乌克兰的军 全部杀光光 给你们全部杀光 那怎么杀光 杀光的时候 会不会也把乌克兰的部队也杀了 会不会把乌克兰的领土也炸了 大家其实现在目标都放在 到底普丁是真的有情报显示 还是他自己警告而已 自己只是这个预言而已 不是真的有情报显示 需要再回来 很多人都认为台海 终将不免一战 马斯克 马斯克特斯拉的执行长 他说台海终将不可避免爆发武装冲突 而特斯拉也难置身事丸 因为他在上海搭着工厂 特斯拉后来之所以股价一直翻一直翻 跟在大陆工厂开始生产 开始交车有关 而且他说到时候会重创全球经济的规模 到三成之多 下滑三成因为台湾多么重要 所以他让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比香港更宽松 更合理可行的特别行政区 虽然我觉得这不会让有人 所有人皆大欢喜 但是他说可能这是一个解决方案 就不会打仗了 不会让全世界的经济下滑三成之多 也不会让我特斯拉的市场受到影响 当然马斯克这样一讲以后 陈时中很奇怪 他先说马斯克是成功的企业家 他就说这是挨花台湾严正抗议 他是没搞清楚还是 他是成功企业家 有他的看法原来是这样讲 对两岸的关系错综复杂 需要进一步讨论 所以他开始的时候 是没搞清楚还是不太愿意去 所以就有人骂他说 碰到气压家就软了 陈时中又说 叫特斯拉总部设在台北 那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跟台湾共存亡的意思 蒋宏安说你看看 你不是要当抗中保台的你头羊吗 怎么你先肯定马斯克讲这个话 你怎么会把台湾 变成一个什么特别行政区 什么意思 柯文哲说你看他们只是保吃香喝辣 什么抗中保台保什么台 保他们吃香喝辣的权利 侯宇说坚持维护台澎金 柯文哲说马斯克随便他讲什么 随他去讲我们不同意他 也有媒体是说 马斯克给中华民国的生日理由 比香港模式更宽容一国两制 什么意思叫特别行政区 另外美国兵推 如果台海开战 最要保护不是台湾 也不是台湾人 要保护台湾的晶片 这什么话 所以他们要考虑撤离台积电的工程师 他们要把所有台积电的基础 都给摧毁掉 让老共来也不能用 拿一个废台湾 但其他台湾人 事实上他也不可能撤掉 所有台积电的工程师 我昨天去查了一下 台积电多少工程师 大家知道吗 你知道有多少工程师吗 两万多人 他怎么可能派飞机 把两万多人撤走 怎么可能 挑重点 他只能从里面挑 也许比较重要的 但你这样的话 还没打仗 台积电里面就已经离心离德了 我告诉你 你是重要的工程师 我比较差 打起来他要救你不救我 台积电里面就已经完了 可以这样子吗 不换寡儿换不均 最怕不公平 所以这美国什么意思 是在分裂台积电吗 老跟我讲话了 说你们限制美国的晶片出口 有人说大陆因此 科技会落后十几二十年 你把科技武器化 会自己吃掉你自己 反思其身 另外学者是说 不管马斯克的特区说 或是美国兵推 要把台湾的高技能晶片工程师 撤走 都是美国台湾的不信任 我们看一下 针对全球首部马斯克 提议把台湾变成大陆的特别行政区 防止冲突 大陆外交部第二次回应 这样说 在确保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前提下 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 实行高度自治 赞同马斯克主张 但前一天 大陆外交部的态度 可不是这样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中方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 我们将坚决粉碎 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遏制外部势力干涉 短短一天 大陆官方从冷主理马斯克言论 到改口肯定 还强调乐于看到越来越多人支持 两岸和平统一 民间风向似乎也跟着转 微博上除了有大陆网友 称赞马斯克设想不错 批评马斯克发表不当言论妄议台湾问题的大陆央视 也被网友呛是恶意解读 国庆前夕 大陆官方对台持续施压 除了外交部再次重申 坚决遏止台独分裂势力 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党建杂志 也在9号刊登对台工作文章中写到 在台海组织实战化军演 目的就是要让台湾民众知道台独是绝路 坦白说历史看大不看小 看前不看后了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自主性 我们常常说一人一家台 公网水人才 马斯克当然他是一个成功企业家 我也不认为他是成功企业家 他根本就是最大的一个内心交易者 我怎么这么讲 他前面在几个月前告诉人家 比特币可以拿来买他的Tesla 比特币包括相关的卡 显卡相关企业 飙飙了很多只 所以突然说不要了 比特币整个的股价要下来 听他换人去买人通通套牢 死一缸子人 第二 推特他说要用400多元去买 又不要 上去又下来 然后突然这两天又说 我要回归比特币又涨12% 你从他的方式来看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 值得信任的一个企业家 所以我不认为他成功 那是有点事 是刚好踏在风口上 猪也会飞了 我认为说 究竟台湾未来怎么去走 轮不到他来讲 我们这么2300万人 钱也许比你少 但对这块土地 我们真的比你更爱这块土地 所以我认为说 基本上你这样讲 有什么台湾变成特别行政区 就像美国在定 台湾政策法一样 我们都没有去管你 美国做什么事情 你管我们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已经跟民村没有关系 而是很受到冲击 跟很受到伤害的一种 民族自尊心 或者是这块土地的自尊心 如果马斯特讲的是说 那把台湾变成美国第51州 说不定有人很高兴 我们生气也许不会那么大 我还是很生气 台湾的自主性 不能变成你的51州 他还说要把我们变成 谁的自主性 一国两个 这个我觉得 我除了关贵和关太多了 我和后台讲说 究竟对于未来情况如何 现在美国对大陆寄出的 所谓的晶片的管制 你看我们的经济部说 不会我们本来就没有出的 高阶或者是高速运算的晶片 给大陆 所以不会受伤害 这完全的睁眼说瞎话 台湾有多少包括台积电 在这些高阶的晶片 是不论是到间接的 或者是直接输到大陆去的 它占比都非常的高 那你现在禁止美国这高阶的晶片 相关的厂商卖给大陆 难道台积电不会受影响 台积电现在撑到现在为止 你看前几天 在美国的ADR 一个晚上跌了6% 那美国的科技本来 好像要回神了 结果因为AMD跟其他晶片都不好 一下刹了12% 13% 14% 15% 这些都是台积电重要的客户 我不是不是专家 但是常理 台积电难道不会受伤害吗 一定会受伤害 当美国对大陆下重手 台湾怎么可能会受到一个豁免呢 最后一点 美国对台湾是不信任的 赵先生 赵大哥 他是不信任的 还是不在乎 何时来看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台湾人的命 所以自己的土地要自己救 所以不要完全听美国人讲什么话 他讲的话 包括马斯克在内 耶威 那是他主要 但是对台湾一点帮助都没有 当然马斯克说什么 他自己去讲他的 不过他这个现象 以前都是一些大官讲 或是前任的大官讲 或是智库的学者讲 以前还没有一个企业家跑出来讲 如果马斯克会来讲 将来推特老板会不会出来讲 将来什么苹果的老板可不可以出来讲 将来其他美国什么其他的大企业老板 会不会都对在两岸有生意的 或者在大陆有工厂 会不会都是指三道 随便讲 没事讲一下 好像台湾就震动一下 没事讲一下台湾就震动一下 来 立功兄 主持人讲对了 我觉得真的不要随之起舞 我觉得这些企业家 特别是一些跨国企业 他们可能也会看风向 他有中国市场 他当然要做一些表态 可是我觉得他怎么表态 我觉得他的事情 我觉得陈世忠第一时间的回应 我觉得他可能选市长选得太累了 因为这个他对于政治判断 对两岸情势了解 显然是没有做功课 当然所谓成功 这两个字 企业的成功 可能以他获利最大作为成功 现在企业不是也讲CS吗 也有企业社会责任 但他的企业社会责任 不是台湾的责任 他不是顾到台湾责任 但是我要讲的是 其实任何的企业跨国的企业 他其实也应该了解国际的趋势 所以老师说 马斯克会这么讲 我的确我也蛮讶异的 的确我觉得未来 这两岸之间 我觉得可能还会有更多人 来往来台海之间的 所谓美国的高官 前高官这些人来 我觉得台湾人自己 心头抓住 真的不要去太在意别人讲什么 因为他们讲他们的 我们做我们的 北军 马斯克的发言当然建立在清楚 他清楚的明白 两岸分治的这个事实之上 而且他同时也一定很清楚 台海近年来的不稳定的情况 所以换句话说 共军破坏海峡中线的这个状况 可能已经导致擦枪走火 这已经是很真实的存在 任何主张中华民国 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部分的这个说法 绝对不会是国民党认为 在宪政底下 宪政体制底下 可以开放讨论的选项 那当然就算以绿营的立场来讲 就是让蔡英文口中的 中华民国台湾 成为中国未来的一部分 也不可能考虑 这个我相信是台湾现在 蓝绿不分蓝绿的共同共识 可是即使如此 马斯克提议的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特区模式 其实本质上你去看 就跟中共二十几年前提出的 一国两制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不明白 陈时中第一时间讲说 要回去再讨论是要讨论什么 他应该要很清楚的明白 让台湾特区享有比香港 特别行政区更多的自治权力 其实说到底 这根本就是中共这么多年来 一直以来的主张 我们认真去看 不管台湾比香港更宽容多少 都没有意义 因为从香港的例子 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 只要中共保有最后 人民大会可以修正最终解释权 任何的法条 都可以透过人民大会来修正 来改变甚至推翻 这从这几年 香港反送中华运动 就已经看得很清楚 所以不管他到时候给台湾 比香港宽容更多 你光是拿1997年的香港 跟2021年的香港来比 多宽容都没有用 最后还不是都变成这样子 最后讲陈时中的反应 我不知道他太老实 还是一直选举选到状况外 还是说其实根本的原因是 我不会说他是中共同路人 讲这样的话 我只会说他其实蛮可怜的 因为他可能还没有问过 党的意见 党不是说共产党 那个党是指民主进步党 还没有问清楚怎么打 所以才会这样说 我想说他政治警觉性也不够 平常反正这么讲来讲去 都没有真的认真思考 台湾的前途跟两岸的关系 所以当马斯克这样一讲 现在马斯克是成功的企业家 没想到马斯克讲的是 要特别行政区 难怪有些绿营的人已经讲了 说我们要抵制特斯拉 不要买特斯拉 原来讲特斯拉多好 绿能能够让空气变得比较干净 然后减少地球的暖化等等 特斯拉真好 现在突然变成要抵制特斯拉 问题我就讲说 假如说将来两岸有关系 特别在大陆有工厂的企业 通通跑出来 你将要抵制苹果吗 要抵制特斯拉吗 你要抵制这么一大堆 全部都抵制吗 抵制到什么时候 需要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